欢迎来到中京分析 中国重提央行买卖国债,意味着什么? 作者,李卫军 习近平在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 有必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中国人民银行应该逐步增加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 一周前,中国财政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必须强化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 要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金融改革的协调配合 完善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 支持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 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研究扩大政府债券柜台销售品种和规模等 对于大多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 央行买卖国债是非常平常的操作 举例来说 假定目前美国利率是10% 那么一年期国债的价格应是91美元 国债投资者在一年以后到期时 可以拿回100美元 收益率约为10% 如果美联储将利率降为5% 不是仅仅说说而已 而是需要在国债市场操作 买入一年期的国债把价格推升到95美元 此时该国债一年的收益率变为5% 美联储买入国债的过程中向市场增加了货币 市场上的货币增加后作为货币价格的利率降低 降息成为购买国债操作的结果 家庭和企业看到利率变化后 对经济行为做出调整 这样利率变化就会对宏观经济发生影响 但是 央行买卖国债这一操作 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却没有用过 此次重提该操作应有两层意义 一短期意义 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危机 中央政府计划今年发行一定规模的长期特别国债 金融机构在购买国债后 市场上的货币减少 对经济产生紧缩作用 同时 因为国债市场的机构资金有限 大量发行特别国债 显然会拉高资金的价格 意味着公司在债券市场上发行债券 成本会上升 从而挤压了公司融资的空间 此时 中国央行如果买入短期和中期的债券 一方面可以向市场释放货币 抵消长期特别国债对货币的紧缩 同时 买入中短期的债券 将导致这些债券的收益率下降 拉低资金的短期和中期价格 进而抵消发行特别国债对资金价格提升的影响 简而言之 央行购买国债 在短期内 可以为长期特别国债的顺利发行和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 提供保价护航 二 中长期的意义 前文提到 中国央行已有20多年为买卖过国债 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 国债买卖 不是中国央行调节货币供给的主要工具 上文提到 美联储调整利率时 在国债市场上进行的相应操作 以及利率调整后 企业和家庭会对自身经济行为做出调整 但是 在中国 有大量的企业和机构 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明显 比如国有企业 依靠贷款搞成一个项目 国企领导会获得提升 而如果项目失败 国家承担成本 国企领导本人 不必担心贷款能否归还给银行 因为政府会兜底 又如地方政府 项目搞成 领导收益 项目失败 最终中央政府会兜底贷款 这些意味着 通过央行买卖国债 影响利率 进而影响企业和个人经济行为 这一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 通过资金价格 影响宏观经济的机制 在中国行不通 事实上 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 更多依赖于 直接影响货币供给数量的手段 如存款准备金 和各种暂时的借贷便利 这样通过直接调控货币数量 来改变货币政策 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产物 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还很原始 二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的债券市场也很原始 相对于GDP的规模很小 事实上 中国有两个债券市场 较大的市场之中 债券的规模是较小的市场的四倍 更为吊诡的是 这个较大的债券市场 镶嵌在银行同业市场之中 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原始的电头交易市场 交易双方需要像我们平常买卖房子一样 讨价还价 以至于前任财长楼继伟 曾称这种安排是 华天下之大机 这样的交易方式 债券买和卖都很不方便 严重影响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同时 这个市场的参与者都是专业的金融机构 没有散户 大家都是必要时才交易 且对市场的走势判断大体相同 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在这个买和卖都很不方便的市场 债券发行的规模显然受到影响 事实上 中国债券市场相对于GDP的规模 远远低于多数西方国家的规模 由于债券市场流动性小 中央银行买卖国债都很不方便 而流动性小的问题 限制了国债发行的规模 中央银行通过买卖国债 改变货币供给 进而调整货币政策 空间也有限 这些问题 加上前文提到的大量的企业和机构 对利率变化不敏感 都导致了银行这么多年 不通过买卖债券来改变货币政策 如今从决策者到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这些政策执行层面 重提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中国人民银行应该逐步增加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 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显然意味着 一 中国在考虑改革债券市场 解决由于历史问题导致的债券市场流动性小和规模有限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居民存款不经过目前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的银行 直接注入实体经济 也只有解决这些问题 中央银行才有可能大量买卖国债 二 中国在考虑货币政策和央行的现代化 前文提到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货币政策变化 主要依靠央行买卖国债 引发和支持利率的变化 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都是价格型的 通过改变资金的价格 影响企业和家庭的经济行为 接而影响货币供给和宏观经济 而中国央行 更多的是依赖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 直接影响货币供给 接而影响宏观经济 鼓励央行买卖国债 显然是希望中国央行和货币政策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在谋划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 前文提到 央行买卖国债 这样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 起作用的前提是 企业和机构对利率变化敏感 要现代化货币政策 前提是市场化改革 让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对利率变化敏感 请不吝点赏感